香港保護兒童會同樂居 早前爆出多名員工涉嫌虐待優異事件 情況令人嘩然 本部委託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會長吳俊昇 以及身兼資深會計師的立法會議員林志源 對兒童會財務報表當中的重開支 行政開支 人工 以及用於針對在兒童身上開支當中的實際比例 進行核對和分析 結果發現 在2020至2021年 香港保護兒童會重收入大約有1.02億 但單單用於人工開支 已經錄得7786.3萬 佔全年重收入76.3% 若然年同行政開支計算 金額更高達8658.8萬 即是佔全年重收入84.9% 至於財報上 有提及用於兒童相關的開支 就只有歸類在中央項目之下 當中包括課餘托管計劃等等 合共涉及243.3萬 佔總收入2.4% 再細查那六項相關的開支 當中有一項更是COVID-19 員工住宿資助特別津貼 總金額是40.7萬 一言扣除那筆員工住宿津貼 和兒童相關的開支 就只佔總收入的1.99% 即是意味每花費100元 只有不足2元是會用於兒童身上 本部翻查上載於社存網頁 非政府機構最高三層職員 薪酬檢討報告 更發現香港保護兒童會 最高層的人工 在2020至2021年度是182.6萬 薪酬足可與港府首長D1級 香港華人會計師工會會長 烏信聲就說 一般市民很難有專業知識 去查閱機構的財務報表 加上部分財務報表 只會有英文的版本 其實難以令人得知機構的資金去向 我的看法就是 對於資金的用途 和他們那些 主要我會這樣形容 資金的用途 或者是那些分類 即我們所謂叫break down 即個名勢 分得夠不夠仔細 這些都是有助於 其實我們作為 看這個財務報表的用家來說 都是想知道多一些 那這方面 的確如果是能夠再清晰一些 或者是否要列入了一個 披露的準則呢 那這個的確是一個 都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而立法會議員林志遠更加批評 政府缺乏監管 令人懷疑部分非毛利的機構 是否可以做到精準扶貧 第一件事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透明度高不高 如果你說人工佔了七成幾 究竟那七成幾的人工 究竟是 給了在哪些人士身上 是否直接給在照顧兒童的身上呢 如果是的話 為何他保護兒童 又變成了虐待兒童呢 這是我們的一個問題的精結所在 如果你說一間社福機構 受到政府的資助 他的人工竟然可以高到這麼厲害的話 而結果 他們的營運 又可以有這麼大的醜聞 甚至乎現在要有 警方的干預和執法的話 這個的確是 是給我們的公眾人士 有一個很大的擔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